小弟,我 拿这个吃药 在这个科码的检查区 距离地下 一直吃药,到现在药也没停过 现在挖油最大的上学 都不能自立 我找刘一泽说 上下期也不可以帮忙照顾一下 沟通有障碍 因为他这个 现在汉字也不会写 或者也不会念 平常他说话 同学们大多数是听不懂的 所以中间如果说 他跟其他同学有误解 或者是别同学把他碰了一下 都是刘一泽他们帮忙去解决的 随着刘一泽这个事情的发生之后 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效仿着 和正常孩子也差不多 有些原症啊 我说你对他 对这个事情后 有啥感觉美 就是这么多年了 你又没有想过 你能坚持这么多年 他说那有啥呀 很小的一件事情 又不是啥大事情 我就是平时 跟他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然后过马路操心着 然后有老师有啥问题 或者说 那个学校发生啥事情 我留意一下 也没有啥大不了的 我们下期再见